基本上在家裡的時候 那 如果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出門 那就透過 視訊診療 我們今天的確定命令是15,033人 那有3例的死亡個案 基本上在現在可能居家 診療的 居家招呼的人越來越多 我們也稍微說明一下在視訊診療上面使用的 一個方式 一個是運用在健保的快一通的APP 或健保署的 網站 可以來查詢就是說 有這個醫院視訊的 門診的資訊 然後有了這樣的資訊 你選擇了你的醫院 就可以到掛號專線 或是到醫院的網頁上面掛號 然後再配合下載醫院的APP 那等待醫院的聯繫 那然後再開始要做這樣的視訊診療 那你要準備 你自己的健保卡 這樣在看病一樣 那提供醫師拍照 確認身分 那如果在健保卡上面沒有照片的 那 那需出示身分證 然後就以醫師視訊看診 那醫師開藥及製作病例或經醫醫師判斷有無面 診的需求 那安排至醫院就醫 基本上在家裡的時候 那 那如果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出門 那就透過視訊診療 那至於有這個處方間之後 就可以運用 我們本來在跟醫院 就是等於藥師送藥到宅的 一個系統 然後讓藥師可以 你可以讓親友去領藥給你 也可以 那自己 就請他送藥到宅也可以